我是绿茶男明星 中彩票以后在娱乐圈发疯 顶流女星想和我炒CP 我回 没事多吃点盐 看把你给闲的 当红小生说我像神经 我回 你跟莎士比亚有一点像 像沙比 隔壁rapper评价我爱曾 我回 你长得就和二维码似的 不扫一扫还真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后来我和尹后一起入综艺 我按照台本问他对我什么看法 尹后想了想到 我觉得你很可爱 受了委屈从来不憋着 当场就报复回来了 我回答他 谢谢你夸我 天打雷劈的好心愿 当晚热搜炸了 网友睿平 我笑死 吴凡闹骂人都骂红眼了 以后他也没放过 路过的蚂蚁都得被他对两句 我叫吴凡闹 一线当同男明星 为了多赚几个臭子 我天天在娱乐圈里演绿茶 某个男艺人不小心碰了我一下 我马上就夹着嗓子渲染玉器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哥哥为什么要推开我 男艺人一脸无辜 网友热评 没有别的意思 就冒昧问一下 吴凡闹是不是有神经病 就在我每天都因为不同的事情被骂 白骂挨得比吃饭还勤的时候 我中了彩票 上亿的彩票 于是我不装了 从前我是绿茶 现在我是无嘴 和我合作过的顶流女星 想跟我吵 CPTT热度 她在媒体面前故意提起我 还睁眼说瞎话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 闹闹她私底下就是很喜欢给我发信息 一点小事她也会发微信告诉我 事后她公司还给我和她买了个热搜 词条是 吴凡闹私下疯狂微信轰炸同族女业 害我被挂在热搜榜上骂了整整一天 网友 受不了 吴凡闹怎么这么查 82年的西湖龙锦巴 最讨厌绿茶巾 当晚我和那位顶流参加颁奖典礼 一起走红毯 我没摔倒 但她硬要来扶我 我一把就把她推砍了 我说 你别扶我 这是另外的价钱 足一次你给我二百 顶流女星当场愣在原地 我接着道 还我疯狂给你发信息 你什么牌子的垃圾袋 这么能装 蹭蹭蹭 你眼计眼计不行 台词台词不行 看剧本遇到个成语 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天天就知道到处蹭 实在没事多吃点言行不行 看把你给闲了 蹭吧 我妈 祝你越蹭越糊 说完我头也不回 转身就走见不如飞 正在看典礼直播的网影 卧槽家人们 刚刚发生了什么 死绿茶抱点我闹歌 哈哈这位姐的粉丝出了名的能撕逼 在内语可是连碰都碰过的 他好敢骂 笑死 以前没看出来他嘴皮子还挺溜 给人对的汪愣汪愣的 五分钟后 我弟大名登上热搜 无烦恼突然发疯 我一个人走完 红毯进了那场 由于眼睛有点瞎 所以我半天也没找到自己的位置 正在迷茫的时候 有人朝我招了招手 无烦恼 那人声音清朗 好心提醒我道 你位置在这里 我走过去一看 和我打招呼的人是柳如烟 他长得没粉丝多 一双烟与性眼看木头都深情 性格温柔又很有亲和力 我弯腰到了声 谢谢 随后走到他旁边坐下 柳如烟道 不客气 坐在柳如烟右边的当红男星说道 神经病 我满脸问号 男星是我的对家 可我一直不对付 但他也很少像今天一样 这么吃白的骂我 我顿了顿 平静地回他道 别找茬 我今天只骂人 所以不骂你 男星侧过头看了我一眼 你一进来跟个睁眼瞎视的 连位置都找不到 不就是故意想让柳如烟提醒你 死绿茶 还有刚才在红毯上骂人 也是你和那个贱人 商量好了一起炒作的 流量密码可真是 让你们给我明白了 他轻痴一声 除了到处招风影蝶以外 你还会惹 我朝男星和善帝笑了笑 我刚才骂人不是在炒作 骂人 只是我的个人计 女人真好 张口闭口叫我绿茶 小嘴这么甜 我开塞路了 编排气我来跟个班 马脑袋似的头头似的 我觉得你跟莎士比亚 有一点像 你像沙子 男星抬手指着我 脸都气红了 我故作疑惑 我什么我 我刚才骂人是吗 哦 我说过了今天只骂人了 哎呀 看我这记性 怎么又把你给当人看了 柳如烟分别对我和男星笑了一下 他温身开口打人掌 好了好了 都少说两句 待会被镜头拍到又得闹成热搜了 男星冷哼一声 被拍到就被拍到 最近正好胡着呢 上就上呗 无所谓 我会连营销号一起骂 柳如烟一脸无语 由于当时现场到处都是摄像头 当晚颁奖典礼结束 我和男星的各种词条 就双双宽上了热板 男星精神状态逐渐失常 吴凡闹怎么还在台下 就和人吵起来 他们到底在吵什么 柳如烟劝架没劝的子 评论区 吴凡闹最近好像是不当绿茶 改当炸药 复义 男星平时这么淡定的人 碰到吴凡闹都能和他吵起来 能不能穿越回去 给他俩递个麦子 我想知道他们具体吵了什么 随后我发微博回应 澄清一下 没有吵架 他根本骂不过我 纯粹是我单方面 在对他使用语言攻击 为什么 因为有空自远方而 虽远必诛 我的粉丝们纷纷服额 笑死根本用不着反黑 吴凡闹本人 就是他自己最大的黑粉 随一个酒 因为六番了 宝宝拨打哪一个热线电话 可以查询到你的精神状态 我真的受不了了哈 要不然咱们还是查回去吧好吗 我先声明一下 正主行为 请勿上升粉丝 骂吴凡闹可以不要骂我 我是无辜的 我对着屏幕 情不自禁发出反派的笑声 第二天一早 经纪人给我打来电话 说有一档说唱类综艺节目 中国有rap 想邀请我去担任 他们节目最新一期的飞行嘉宾 经纪人在电话那头道 那边的负责人看了热搜 说感觉你很符合 他们节目的气质 就那种 随时随地 对天对地的气质 他们说那鱼 没人比你更适合 去当这个飞行嘉宾 我不赞同的反驳道 哪里符合了 我骂得比他们文明好吗 话虽然这么说 但我最终还是接受了邀请 节目录制当天 我才知道他们竟然还请到了柳如燕 我到后台的时候 看见柳如燕也已经到了 他一个人垂眸坐在化妆间 只见有一搭没一搭的轻敲桌炎 神色淡淡 不知道在想什么 真是活久见了 柳如燕别说上说唱类综艺了 就是综艺也几乎没上过 连采访都很少接 他居然会来一个这么闹腾的节目 我走上前 疑惑地询问他 你也是节目组请来的嘉宾 嗯 他点头 轻声道 制片人是我朋友 来凑个热闹 我还以为 他挑眉 你为什么 我道 以为你是为了我才来的 柳如燕低刻一声别过了头 这期节目录制得很顺利 本来大家都以为要收工了 节目PD又突然说要临时安排一个互评环节 让场上的嘉宾选手和评委分别抽卡 然后对着镜头谈谈自己对抽中的那个人的评价 一个输着脏便 写词属于文化不够脏话来凑的女rapper抽到了 他拿起话道 用气泡音评价我道 说实话 无烦闹这个人 我会感觉他是比较爱装 然后也比较喜欢硬蹭别人热度那种类型 他能活起来 我也是感觉很莫名其妙 我个人是肯定不会喜欢他这个人 他太爱演了 今天心情好 我忍了 结果下一轮轮到我抽卡 我正好就抽中了刚才那位女rapper 我看着手里的塔片 再次发出了节节节的笑声 觉得我爱演是吧 我马上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性情 我对他笑了一下 温和的缓声徐徐道 你这个人 我一看到你就会想起一句诗 人面不知何处去 常言道东方不亮西方亮 憨批啥样你啥样 如果我是上官南北那你是谁 你会是我的弟弟司马东西 君问归七位有七 你精神病欲遥遥无期 哭腾老树婚压 犯件惹我的人没嫁 我瞅你就像个二维码 不扫一扫还真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哦还有你的词真是写得烂透了 就我刚才骂你这两句都比你阴压的韵脚强 你算什么rapper 充其量是个reader 别自信了 你被淘汰也就是下一轮的事情 加油 没用的东西 至少在失败这方面你显然是一个成功的女性 弹幕 笑得我满地乱跑 当面骂吴凡闹的人有多 骂一反三骂吴凡十 当场立反 骂不了吃亏骂不了上当 最后一个抽卡的人是柳如燕 他伸出骨节修长的手放进箱子 犹豫片刻后抽了张卡出来 上面赫然写着吴凡闹三个字 柳如燕面露蓝色的轻轻咬了一下下唇 我道 你也抽到我了 我看着柳如燕又道 那说来听听 你对我什么看法 柳如燕握着话筒的手顶了紧 手背白皙的皮肤上 隐约可见谷别的轮廓 以及一些轻微凸起的青筋 漠然片刻后 他对我轻轻勾了一下唇角 笑道 我觉得你很可爱 受了委屈从来不憋着 当场就抱回来了 他当面夸我可爱 我以我后半生的财运启示 我本来真的是想感谢他一下 但我刚刚对别人杀红了眼 现在有点杀不住车 于是我最终对柳如燕脱口而出的话是 谢谢你夸我 你这个天打雷劈的好心人 我是说 我很感谢你 这位天杀的美女 柳如燕听完以后神情一致 愣了一下 主持人拿着话筒笑容将在了脸上 坐在那场前排 手里举着亮着一个柳字的灯牌的柳如燕粉丝们 脸色五光十色千变万化 惊慨分潮 看样子像是想通上台高了我 我闭嘴了 斯密马赛大白菜奖 瓦达西真不是故意的 这期节目录完了还没有播出 我对人的片段就已经在全网传的沸沸扬扬 好几个相关词条一夜之间 窜进了微博文鱼类热搜宝的实时上升热点行列 吴凡道把对面rapper给整回了 东方不亮西方亮 憨批啥样你啥样 谢谢你天打雷批的好心愿 柳如燕路过背窗 话题广场上还有不少看了节目现场的观众现身说 绝对真事 本人当时就在现场 吴凡道骂妹的脑子里没二两墨水的素质盆地rapper 关键他连柳如燕也一块对 刘影后本来还夸他来着 让他那一句天打雷批给整梦了 哈哈哈哈 吴凡道 杀红眼了 杀不住车 根本杀不住车 我的位置就在那场前来 离舞台可近了 我都怕吴凡道在台上挤眼了 给我也来一下 笑发财了笑的我生之家新年新百万了 是不是现场路过的蚂蚁都得被他骂两句 正式播出的时候可千万别把这段给剪了 让我亲眼看看歌是怎么输出的包包 还有留影后的反应我也很好奇 以前装绿茶的吴凡道我爱搭不如 现在骂人像呼吸一样简单的吴凡道我高攀不起 甚至某平台某小组有一个截取了一段现场视频 并且还带了我大明泰的帖子 中午才当发出来的 因为讨论度太高 傍晚就已经攀上了热骨敌 评论树村村长 楼主比七宝第一智囊 家人们不吹不黑 理性讨论一下 你们说吴凡道最近走的到底是什么疯吗 回复区很难评 感觉像是发疯 不同意楼上 他显然是抽疯 我觉得是阳巅疯 那什么 个人观点 他应该是人来疯 吴凡道他是马疯吧 谁惹了他 他直接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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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语 他们这样还不如直接骂我一顿 让我觉得亲戚 精神状态真是人均十分美丽 我垮着一张美丽脸继续翻评论区 下面几位网友发现了华典 无烦到最近盯得有点让我害怕 有种随时都打算不在那于混了的美 陈复义 怕转型转的都不是不爱吸羽毛 是自己把羽毛全给薅脱了 闹歌的老粉了 我记得他之前好像挺缺钱来的 什么三五小制作的破网剧都见 不管人设多烂戏份多少的角色 只要给钱就赢 他最近这样 难道是不缺钱了 卧槽 他不会是中大额彩票了 结结结 你小子 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一想到中彩票 我就觉得啥都不是事 气都不带喘的能处二里地 我戴上口罩帽子出了门 准备在小区里瞎溜达一圈 结果才刚一下楼就遇到了柳如烟 起先我还以为是自己看错 毕竟我这套房子不在什么高档小区 不是明星富商的聚集地 房价在本市只能算中低档 离市区也远 柳如烟现在可是超一线大明星 年纪轻轻的双料以后 他怎么会和我住一个小区 但在走近几步 我就确认了前面那人就是他 天气已经有些了 他身上穿了一件乌漆麻黑的长蚌大衣 戴着和上衣颜色相逼的黑色口罩 而且落了几缕碎发下来 稍微遮住眉眼 就这么一身挡了脸呢 几乎能和夜色融为一体的打扮 他也还是很好看 打着手机的灯随便往那一站 就能用长生玉利四个字来形容 等等 打着手机的灯 他大晚上的不睡觉 在小区里打着灯干什么 我刚想招招手和他问个好 柳如烟就先我一步转过一身 无凡呢 他看见我 眸中哑然一顺 随后唇角微钩笑了笑 叫了声我的名字算作打招呼 我也不是什么情商很低半点 不会察言观色 一眼看出柳如烟笑得有些勉强 刚才他亮着灯 也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是我 柳前辈 我于是也笑了一下 礼貌突然回笼 客气的询问他道 好巧啊 你在这里做什么 需要帮忙吗 我以为以柳如烟 平日温和疏离的性格 他应该会跟我客套两句 然后拒绝我的好 没想到他成瘾几秒 倒是没有推举 我的狗丢了 他与其贫固 简短解释道 开门的时候没注意 让他跑出去了 刚去找物业掉的监控 应该是跑进了这一带的美好花 物业去另一边找了 我就来这里看看 原来是自家狗子跑丢了呀 我立刻道 你先别急 狗叫什么名字 我帮你找找吧 叫大白 柳如烟又对我笑了一下 随即补充 稍微有点胖 试吃萨摩耶 麻烦你了 我和柳如烟在花浦附近 翻来覆去的找了好半天 恨不得把草皮都翻过来看看 有没有藏着大白的身影 走到半路 柳如烟忽然不知道 从哪里拿出瓶水地点 温声道 你先歇会吧 我再去前面接着找找 我接过水瓶到了生线 刚要拧开平带 旁边的矮罐木丛 在黑夜里突兀地动了几下 随后从里面 窜出一道体积不小的黑影 黑影窜出来以后 抖了抖身上粘着的 那颗树叶 坐在原地里的嘴傻心 我拧平带的手盾住 定睛一看 还发现那个黑影 原来是只萨摩猪 是萨摩烟 我拉了拉柳如烟的衣子 询问他 刘 那是你的大白吗 柳如烟肉眼可见的松了口气 点点头 嗯 我差点当场养岛 这就是柳如烟 刚刚跟我说的稍微有点胖了 看体型完全就是赵主养的好 真不愧是亲妈事件 滤镜也太重了 虽然心里吐槽 但我表面还是不动声色 也点头道 找到就好找到就好 那边大白一看前面站着的两个人 蹲在原地傻乐喝了半天 晃着尾巴直接掠过柳如烟对的正牌子 就朝我扑了过来 毛茸茸的一大坨绕着我蹭来蹭去 我弯下腰抬起手 慈爱地摸了摸萨摩烟的大脑子 回来 柳如烟赶紧立声喝止 抱着散欢的大白往回扑 给他带上牵引绳 又往他背上轻轻拍了一下 逆子 还嫌不够丢人的你 说完他又把大白往前领了领 顺了顺他的毛 低眸压着声音和他道 跟哥哥说谢谢 大白浅舔的汪了一声 疯狂朝我摇着尾巴里开嘴下 那天晚上最后分别的时候 我才知道柳如烟原来就是我前面那栋猫 我没掩饰疑惑 和他直言道 没想到你会住这 联想了一下他的身份地位 走进家门那一刻 我猛地摔上门 刚才在柳如烟面前 强装出来的平静理智瞬间吐风瓦解 我按捺住狂跳不止的心脏 脑海里的画面在柳如烟的脸 和我房间里 写满了他名字的笔记本之间反复横跳 我和柳如烟毕业于同一所高中 我去操场上看过他表演 随大流给他写过匿名情书 平安夜那天偷偷往他客桌里放过苹果 甚至在毕业之前 我拿走了年级主任办公室里 放给了优秀毕业生意村长 拿去复印完一份 剪下了柳如烟的照片 又悄悄把原件再放回去 是的 我喜欢他 从很久以前起就行了 久到就算后来我阴破阳叉和柳如烟都进了娱乐圈 成为半个同事 时不时就能打个照面 我也还是不敢多靠近他半门 怕我对他的感情如果被公之于众 还没有开始就会彻底结束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谁能想得到啊 我的骨我的老 我的棉裤我的老 我的大脑片大草 我的爹我的爷 我的袜子我的鞋 我的大伯二就严 我和我暗恋的人竟然成了邻居 我刚刚还帮他找狗了 谁狗 脑子还在胡思乱想 风起云涌 惊涛害你 兜里手机轻微的震动一下 我手忙脚乱的拿出来一看 是柳如烟发过来的信息 到家了吗 今天很感谢你 我刚想回复客气啥 都是举手之劳 也没帮上什么忙 对面光光又是两条信息发过来 明天有空的话能请你吃顿饭吗 正好我们住的也挺近的 而且大白想你了 我冰着屏幕上想你的三个大字 莫名其妙耳根子一热 纠结半天回了条 好 可恶 这么不检点的羞狗 才第一次见面就想我 不过第二天我还是放了柳如烟鸽子 答应好的饭局没去乘 因为一大早我就收到了来自经纪人的微信公导 无烦闹 再不接电话我就谋死你的音数 我一个机灵翻身从床上坐起来 然后被经纪人告知张导有一部正在筹拍的新电影 想找我去演男主角 这位张导是圈里很有名的导演 他的名字几乎就等于票房宝 我就算领取以后时常在镜头前发大讽 但也不是真的就不想到 于是麻留收拾好了和经纪人一起去见了张导 张导本人亲自带着剧本过来 挺大一导演见到我激动的热泪盈狂 吴老师 就是你了 这角色还得是你了 完全就是本色出演 你瞅瞅这剧本 这角色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我接过剧本 只想夸他会演十多 本色出演 导演 是我和男主一样聪明 还是一样强壮 还是一样博血 张导一推眼镜 诚实到 是你和前妻的男主一样 随时开麦 很会骂人 好的 我沉默地埋下了头翻看剧本 张导这次要拍的是过爱情片 女主角沈幼崇 是片中一个隐男游戏 恋爱序曲中的四个女主之一 男主叫伊藤诚 在现实世界里是一名咖啡师 本来伊藤诚每天重复着三点一线的工作 日子平和没有什么波澜 直到某天 他下载游戏 进入恋爱序曲的世界 并给自己起了个游戏名叫酸菜 他在游戏里不是咖啡师 而是通过主控有了另一个身份 一位对天对地 从不受气的黑红男歌手 他在这里遇上了沈幼崇 明明有四个女主 四条故事主线 他偏偏只为沈幼崇一个人找你 他温和 沉静 情绪稳定 是千万人簇拥的大明星 有线长的雨节和一双漂亮勾人狐利眼 看上酸菜时 眼底的喜欢从外不加掩饰 偶尔当镜头对完了一些凡人剂 酸菜会问沈幼崇 能不能说句实话呀 我这样你会觉得我有病吗 他没有犹豫 很轻地展颜了一下 回答酸菜 不会 还没等酸菜开口追问 为什么不会 沈幼崇很快又接着道 而且有病也没关系 有病我也喜欢你 我会一直喜欢你 随着游戏剧情的不断推进 爱意愈发明晰 可是就在这时候 发行恋爱序曲 这款游戏的公司 却由于资金问题 突然宣布停服 停服公告发布那天 现实里的伊藤城 对着屏幕犹豫了很久 才终于按下卸本键 通往恋爱序曲 世界的通道 似乎被单方面的永久关闭 停服对于酸菜而言 意味着 他可能永远不会再登陆那个游戏 而对于沈幼崇来说 或许 他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那个站在次元壁 另一端的爱人 他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翻看剧本 读到这里时连连叹气 真是苦命鸳鸦 结果下一part 编剧笔风一转 直接柳暗花明又一村 沈幼楚作为二次元纸片人 竟然不惜一切代价 伤痕累累却又犹如奇迹般的 出现在了伊藤城的世界 能想象吗 酸菜 伊藤城 你的爱人历经千辛万苦 几乎折去半条命 终于打破次元壁 来到你的世界 可这个世界没有游戏里的酸菜 先生的身影 他找不到你在哪 霓虹灯交织的街头 他握着手机一遍一遍拨打你的电话 尽管连那个手机号也是来自一世间 电话根本不可能会有人接听 终于终于 一个雨夜 你推开家门 看见他就站在那里 站在你的视线 浑身被雨淋透 像只湿漉漉的小狗 几乎是在看到他的那一瞬 你就认出了他是谁 你站在门口颤抖着眼睫难以置信 然后他勾起唇角 像是松了口气一般 很轻地对着你笑了一下 他绝口不提自己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不提这场长久又无望的寻找 让他吃了多少苦 也不提他究竟费了多大力气 才能从异世界来到这里找到你 他只是抬起手背擦擦脸上 混着雨水的血迹 笑着说 我找到你了 我好想你 电影最后是避意节目 沈又楚毕竟不是属于三次元世界的 终究无法长久地待在伊藤城身边 消失之前 他最后抱住伊藤城 亲吻了一下他的额角 就算我只是一堆数据又怎么样了 只是数据 也是最爱你的数据 看完剧本 张导热情地凑过来 怎么样 接吗 我还在组织语言 张导马上诱导 再给你透个消息 这部戏的女主演已经定了 柳如烟 看看看看 给你激动的说都不会话 没想到吧 当红影后 那多受欢迎啊 多少人想跟他搭戏还搭不上 你可得珍惜机会小吴 过着村没着电了 再说这个角色真的很适合你 伊藤城暂且不谈 游戏里的酸菜人物 简直就是你本人了 递张嘴巴巴的 谁来对谁 虽然爱情片是没有什么视角 但导演是张导 这点本身就已经不够吸引了 再加上我对剧本其实挺感兴趣 现在张导在告诉我 女主是柳如烟 那真是一点拒绝的余地 也没给我留啊 对回轮到我热泪盈眶地 握住了张导的声音 接 我接 尽管恋爱戏曲 是一部爱情片 但电影的整体投入并不熟 甚至从导演 编剧 制片到主演 阵容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豪华 我和柳如烟推了 能推掉的所有行程 很快收拾停荡进府拍戏 时间一天天推移 拍最后一幕戏的时候 是个冬电 柳如烟饰演的沈又楚 即将从伊藤城的世界里消失 临别前 他把伊藤城搂进怀里 态度近乎强硬的抬手扣着他下来 唇齿娇缠 气息炙热 寂静夜里响起细微的暧昧声音 他们最后一次回稳敌死 随即突兀的警报声被拉响 离别迫在眉睫 热气的一吻结束 沈又楚淡淡抬眸看向伊藤城 那双漂亮的性眼里 浸满虔诚的爱意 他又笑了笑 唇瓣轻轻扫过伊藤城的恶解 不要难过 只要记住我爱你就好 不管我在哪里 我爱你 伊藤城 在最后一刻 他叫的不是酸菜 而是伊藤城 他本来的名字 导演喊了cut以后 柳如烟垂眸盯着电影里男女主带过的对接 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缓步走到我面前 笑了我一声 无烦恼 他话还没说完 被一声清澈的汪粗暴地打断 我循着声音侧过头一看 一只圆滚滚的白色萨摩耶正坐在旁边 歪头看着我和柳如烟的方向 大白 我小跑过去摸了摸耶耶柔软的抖头 指责他道 小没良心的 你该来的时候不来 没想到片场撸狗这一随意的举动 竟然意外上了这个字 我和柳如烟在片场围着大白的照片 和花絮照一起流传出去 全网都炸了火 卧槽 老粉都知道这只爷爷了 柳如烟养了他好几年了 特别认证 连柳如烟助理都磨了特别长时间才能进他身 但他竟然随便就让吴凡道耗他口头 这可真有点刻画了家人们 不是 真没人觉得他俩一起围着这只小爷 摸他脑袋的时候 感觉好像一家三口吗 都让一让 本人杂食的 刘影后和吴哥这对我先刻为敬 我特么嗑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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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嗑 这么久了还没人来辟谣吗 没人辟谣我可要开始造谣了呀 无凡闹和柳如烟 也不得不说 恋爱序曲的宣发真的是有点东西 上午摸萨摩耶的话题刚上了热搜 电影方立刻就买了营销 又多了放了一些花絮照出去 暗脱脱卖安利宣传电影 爱情片 自然是有不少亲密戏粉 于是一个下午的时间 我和柳如烟的CP粉就长了两倍 CP超话从极地冷圈爆的吃到热圈 路人网友 怕不作得了 再这样下去我真有点喝他俩了 这边CP粉产量狂欢 那边几乎全内余有点灵气的艺人 都很重视的一场时尚活动 已经拉开了序幕 后场的时候 我发现我和之前在网上造谣我微信骚扰他 跟我发声过口角的那位女艺人出场 顺序紧挨着 助理在一边小声提醒我 这女的今天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了 刚刚凑柳如烟跟前去好一聪 阴阳怪气 柳如烟没跟他计较 他现在气焰可嚣张了 一会儿你记得离他远点 我一听 当场血脉里流淌的骂人血液就觉醒了 哪片瓜田里的茶呀 赶在我面前嚣张 还有脸去招惹柳如烟 知不知道那是我喜欢的人 我当即就想冲上去 和那个穿一身大红色连衣裙裙的 二比大战三百回合 幸亏经纪人哭爹喊娘地给我拉回来 但没想到经纪人 刚给我拉回来三秒钟 那个女艺人就主动找上门来挑战 她低头吹了吹刚做的指甲 好我翻了个白眼 当时让你跟我吵的 CP麦的暧昧关系 你不愿意 怎么 对象换成柳如烟 你就上赶着了 无非就是看她这两年发展好了 就想放上去 她淡淡评价我 是丽眼 我冷冷评价她的脑瘫发炎 狗叫 她脸色一变 只顾着对人一拾手 好像刚刚才想起来 我已经不是那个指挥夹家子 阴桩绿茶的我 她不要脸我更得了 我完全不避讳镜头 笑着柔声对她道 你可快躲起来了 大难临头了还在这跟我吵呢 一会收垃圾的来了 小心把你这有害垃圾给收走 看你这么瘦 当跳两小丑挺减肥的吧 运动量多大呀 怎么不说话 为什么不骂我 是因为智商还停留在胎叫水平 所以不足以让你组织好 能够回复我的语言是吗 我不知道你 你还主动找上门来 M属性大爆发喜欢被我骂是吧 有着爱好你早说呀 主打一个语速快 撤退更快 绝不被对方反映的时间和机会 由于活动全程现场直播 所以直播间的观众 又都不加钱免费他了场乐 好了 素质啥的咱先放一边 无烦恼能不能开个班啊 教练我想学这个 你说你惹他干嘛呀 哈哈哈哈 他好颠 但是拜托可以先不用恢复正常 这样比较符合我美妙的精神状态 如同历史重演 我走进那场 由于为了造型没带影子 竟是800度差不多时的半下 所以再次没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回柳如烟直接走过来 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回了座位上 他抿了抿唇 滴一杯水过来 压低声音问我 怎么又和人吵起来了 我喝了口水淡淡的 你这句话有三个误区 首先他不是人 其次我和他不能算吵 算我单方面的他别秒了 最后什么叫诱啊 我难道经常和人吵架吗 柳如烟失笑 好好好 不算不算 我赞许的点头 随后又问他 我听说那个大红裙刚刚也来找你 怎么没骂他 实在不行打他一顿也行啊 柳如烟幅度很轻的笑了一下 回了垂眸 性格使然吧 我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白手 那没关系 以后我照着他抬眸 非常会抓重点的开口 我们以后 我差点闪着舌头 帮忙找不 对啊 咱们毕竟还是同事 以后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他有些失落的侧过了头 不再看我 活动结束以后 我和柳如烟的名字又被挂在了热松 点进去一看 原来是我俩大晚上一起出门 遛狗的背影被偷拍 家人们大事件 这俩已经不是暧昧这个词能概括了 这是已经同居了吧 是吧 随便 累了 毁灭吧 先是片场一起斗口 后是活动现场拉手 四个小时的典礼 有三个半小时无烦恼都和柳如烟在聊天 你要说他俩没在谈 我家狗都不行 显然这对是内鱼真情侣 已经不用自己抠糖了 坐等官宣 无语 无烦恼对变全内鱼也没骂过柳如烟一句 如果这都不算爱 天杀的美女 那句话那能叫骂吗 有一说一 要是有人骂我该死都有钱 或者骂我是可恶的帅哥 我高低的乐呵的提前给他发个拜年红包 经纪人跟我一起翻评论 翻完他苦着一张脸劝我 要不你还是收敛收敛了 就不能对别人再多点善意吗 我当 我已经很善意了 经纪人满脸问好 我又当 我骂的人全都该死 但我却只是骂了他们 这难道还不够善良吗 经纪人于是不再跟我讨论这个话题 决定另起一个头 话说你和柳如烟是真的吗 他敏锐的 你们最近的确走得挺近的 我摇头 苦恼地关上手机 叹了口气 根本没成 是我单方面喜欢他 他不知道我喜欢他 经纪人突然闭上嘴 不说话了 我推推他 你干嘛 至于吗 吓成这样了 经纪人微笑 你回头看看吧 我回过头 看见了站在我身后柳如烟 和他手里牵着的萨无依 我逗 忘记了在我住的小区 平常出门偶遇柳如烟的概率 高达99.9999% 经纪人找了个借口迅速溜了 我沉默地跟在柳如烟身后 我们在接受审判 如果他听力上在正常范围里面 那他就一定听到了 我刚才说的那句喜欢他 没想到我藏了数年的喜欢 最后竟然是以这种方式 大白于他面前 没准十秒钟以后 他就会开口拒绝我 我观察四周的紧致 已经在讨历待会被拒绝完 该从哪个方向夺落而逃 可他忽然停住脚步 又突兀地开口 轻声道 我知道你 什么 柳如烟顿了顿 继续说 我其实很早就知道你 无烦呢 可能你不知道 我们其实是同一个高中毕业的 他嘴唇微眠 又补充 我比你大一届 高二那年学校五十周年校起 你是合唱队的领唱 我很早很早 就已经注意到你了 那天被打断了没说完的话 是我喜欢你 从很久以前开始 那天我才知道 我去操场上看过柳如烟表演 隋大流给他写过匿名情书 平安夜那天偷偷往他课桌里放过评语 他也曾悄悄来合唱团 听过我唱歌 忙里偷闲给我整理过错题集 还跨年前两天 悄悄给我塞过我喜欢的乐队的演唱能量 甚至于 柳如烟放在市中心的豪华公寓不住 跑到我住的这片安静的小区 成了我的邻居 我喜欢柳如烟 今年是第七年 可我的七年 原来也是他的七年 我的心间都在颤抖 望着柳如烟的脸 告诉你 我也喜欢你 他愣了一下 随后笑了笑 轻声道 嗯 我知道 你不知道 我走上前两步 伸手抱住了他的腰 声音微微颤抖 我喜欢你 从高二那年开始就喜欢 第二年冬末 恋爱序曲 即将正式上 某天我刚和柳如烟一起跑完一趟路 在回去的路上 听见远处有人抱着吉他在唱歌 声音低得像是异音 爱让悬崖变平地 生出森林 一整片的森林 你在树荫里 柳如烟安静地听着这段旋路 目光优远 神情带着些许感慨 我转头看他 心里忽然一阵温暖 想到过往那些我们默默守护彼此的时光 尽管岁月匆匆 生活中的喧嚣不解 我们依然陪伴着对方 不离不弃 柳如烟 我轻声叫他的名字 他转过头来 眼里引满笑语 我笑了笑 认真的说 从很久以前 我就知道自己没有错过 柳如烟一愣 随即站开了温柔的笑容 低声回答 我也是 恋爱序曲上映后 我们的爱情故事 连同这部电影的动人情节 一起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那些看似艰难 漫长的等待和追逐 最终都成为了我们彼此最珍贵的记忆 世界再大 喧嚣再多 也抵不过两个人心与心的交流 我们之间不只是虚拟与现实的交流 而是真实世界 两个灵魂的相遇和守护